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今天的竹江老师,潮代老师 今天给大家带大的课程是热门产品分析 我们继续再从表现层的方式来分析一下 饿了吗和美团外卖这两款产品在表现层上的一些一通 那我们这一段节的页面是购物车相关的页面 我们看从对购物车这两个页面的处理 其实两家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什么差别呢 那么外卖,美团外卖,购物车采用的是悬浮层的这种页面的方式 用户可以在悬浮层里面去进行更多的去操作 比如说增加菜品的数量 甚至可以清空购物车 都可以在这个浮层里面去操作 降低了用户操作的这种门槛方便 那么饿了吗却采用了这种顾底的方式 这种顾底的方式大大降低了这种操作的灵活性 你无法从这个选购的页面去增加一些数量 或者是清空你完全做不到 而且美团在添加购物车之后 有这种多个口袋可以供用户去拖动自己的商品 那么每一个口袋都直观的显示了商品的价格 用户可以直接根据需要对产品的数量进行修改 这一方面有利于减少用户重复的去操作 另一方面有利于用户根据商品的不同进行分类 而饿了吗 在添加完商品之后 他是直接将这些数量以脚标的方式 显示在了餐厅的左上角 那么这种标注的方式 其实用户呢是非常不利于发现的 比如像我这个节的页面 他把数量搁在了商铺的左上角 不直观 那我们再看看这个跨店购物的问题 那么美团外卖呢 对这种跨店的购物 购物车上做了单独的处理 那么在不同店购物的时候 那么不同商家的购物车的信息呢 会被保留 但是结算的时候 是根据不同商家进行分别结算 相对来说呢 可以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而饿了吗 在你进入另一家商店经选购的时候 那么会以这种弹窗的形式 会提示用户 你的购物车已经选购了 其他商家的商品 问你是清空还是不清空 从这种体验上来看 不够友好 这是服装的方式展示 不够好 那我们再来看点餐的这种流程 从流程上来说 美团外卖 经过了点餐 订单确认 验证手机和支付订单 这四个环节 我们再来看饿了吗 饿了吗 点餐的流程经历了五个环节 点餐 确认购物车 确认饿单 提交验证码和在线支付 五个环节 那么比美团的多了一个环节 多了一个环节 可能就有更多的流失率 所以说美团外卖的 在点餐流程上 它其实是减少了一步 那么在订单确认方面 饿了吗 只显示了订单的总价 大家看 只显示了一个总价 而这个美团呢 不仅显示了一个总价 还显示一个订单的名称 你订了到底什么样的菜品 那相对来说呢 会更加的人性化 能够方便用户 了解自己都订了哪些菜品 并且订了哪些数量 可以提高用户的转换率 那么在订单确认的这个环节呢 都加入了备注的一项 但是美团外卖呢 只提供了一个输入框 用户呢 在这里面 可以自由的输入一些特殊的要求 而饿了吗呢 却把这个输入框呢 做了一个常见的分类 用户呢 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 会用一种标签的形式去选择 比如说 少放盐 比如说多加米饭等等 这些都可以通标签的方式去选 相对来说 更加的方便 符合用户这种懒惰的习惯 就是在这个扼单备注上 虽然两家都有 但是饿了吗 会更方便一些 会有这种标签的选择 会更方便 好 我们再来看 在订单确认方面 选择配送时间的方面 饿了吗 是以15分钟为间隔 设计比较合理 而美团外卖呢 是以25分钟为间隔 间隔时间比较长 用户不是说 非得是12点和12点25之间 可以选择 那么12点15 那么饿了吗 也提供这种选择项 比较合理 在提交验证码的方面 美团外卖是以短信和语音 两种方式去验证的 而饿了吗 只提供了语音提示 显然的更加局限性 在支付订单方面 美团外卖还支持了银行卡支付 支付范围更加的宽广一些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次课的大部分内容 最后呢 做一下本次课的小节 我们说在现在的外卖市场上 美团和饿了吗 肯定是行业的老大和老二 那么百度外卖呢 作为一个新入的一个厂商呢 也做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市场份额 那么这三家几乎垄断了整个外卖市场 但是呢 这种垄断其实并不是一个良性的垄断 因为现在无论是哪一家 都是通过这种促销的方式去吸引用户 那么内容的同质化非常严重 包括界面也是你抄我的 我抄你的 那么这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了 当烧钱补贴 不那么重要的情况下 当热度下降的情况下 那么用户的粘性还有多少 那么未来谁能够突破烧钱补贴 能够更多的把用户粘住 那么这个才是一家的核心竞争力 那么未来饿了吗 美团百度这三家 究竟何去何从 有没有可能美团和饿了吗 走美团和大众点评的模式二合一 那么这个未来很难知晓 那么从目前来看 美团外卖的优势是在于美团的平台 它带来的这种流量 还有它强大的这种递推的能力 使得美团外卖能够在短时间内 能够获得非常大的市场份额 那么美团外卖也深知 仅靠补贴是不能良性发展的 那么现在的美团也会在做差异化的业务 比如像这种送药 包括水果 但是无论是送药还是水果 它究竟是一块鸡肋 还是用户真正的需求 还要看未来的这发展 比如说美团外卖之前呢 接入了这种美团的早餐 早餐已经在美团内部被宣告死亡 那么它是一块为需求 那么送药还有水果 究竟能不能发展好 有待市场的考证 那么饿了呢 主要凭借先发的优势 那么积累了不少用户和商家 那么在美团外卖这种强大的攻势下 目前来说发展还是依旧比较良好的 而且在这种功能探索上 还是比较有活力的 推出了一些类似于拼单 和谁来取外卖这种特色的功能 那么在这种产品同质化的前提下 能够做出一些特色的功能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么本次课的最后呢 还是留一个思考作业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外卖APP的产品经理 你打算如何规划你的产品未来的发展方向 那么你可以想象自己是一个百度 也可以想象自己成为美团或者是饿了 那么你站在这个产品的角度 看看你未来如何去发展 如何能够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形成自己的这种特色服务 好 以上呢就是本次课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听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 热门产品分析这套系列课程 也欢迎大家收看麦子学院里面 超杰老师讲的其他的课程 好 我们下次课再见 感谢大家